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门车辆有24万7千部 政府从12月24日起加车税 希望增加买车成本 从而达到控车目标 立法会也是紧急程序通过了 机动车辆税规章的修订案 汽车的平均税率升至40%至72% 电单车平均税率升至24%至50% 但突如其来的加车税 令想买车或换车的事面 有些措手不及 澳门汽车密度早已灌注全球 近年楼价高企 不少年轻中等收入人士 汽楼取车 车辆增加变本加利 同公交优先政策背道而辞 有数据显示 澳门已有241,772部私人汽车 比2014年同期增长5.3% 在24万多私人车辆中 电单车占5成2 即是有12万5,613部 私家车占4成1 一共有116,159部 以澳门30平方公里面积来说 现每平方公里有8,000部车辆 车辆巨增 交通涌距 政府从本月24日起加车税 希望可以增加买车成本 达到控车目标 但是单靠车税这一招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控车效果 增加车税 又会将给普通的市民 带来生活怎样的影响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实施声论节目 议员讲谈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谈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李静怡 欢迎李源 大家好 谢谢 以及民众兼澳联盟理事长陈德胜 欢迎陈先生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关加车税 控车 优化交通等相关问题 澳门车多为患约24万7千步 道路复合也是越趋严重 交通几塞 控车的呼声也是越来越大 政府放风要加车税已经有一年多了 终于在12月24号开始实施 但是对于这个加车税是否可以带来真正的成效 也是众说分谈的 李源您是如何预计的 其实对于这个加车税将会产生怎样一系列的影响 在一些公共交通政策 尤其是控车重施上 加税加费用是其中之一的措施 但是很实际 如果大家完全解决不了交通出行的问题 再加多一些车税可能都没办法 捱贵也必须要买车 因为大家的感觉就是 我不可以透过公交或自己步行 可能也很不方便解决不了 我唯有自己买车 这个可能是很普遍澳门一些居民 他们现在面对的实际问题 你再加车税加税费 大家会感觉只会是压力负担更重 但是未必有在于解决公交上的一个压力 问题就是 加税费可能都需要做 因为这次我们加税 对上一次已经是02年的事 很多年都没有加过 政府就觉得在这里需要透过这个措施 问题就是我们始终希望在一些公交政策上 现在很困难的 轻轨本身是希望在2015年这段时间 作为一个主軸 去解决一些比较大运量 可能跨离岛半岛之间的一个运输 比较远程一点 问题就是轻轨搞不定 公交巴士上的擠逼情况也 都是多阻碍到居民 真的不敢去买巴士 但是我觉得这些几样的措施 都一定要继续去完善和优化 包括我们其实觉得 在澳门这个城市来说 鼓励暴行 就是尽量给多些不同的选择 居民在公交出行上面去解决问题 好的 其实立法会也是以紧急程序通过了 机动车辆税的规章的修订案 那么这个汽车的平均税率也是上升40%至72% 而电单车平均税率也是升至24%到50% 政府也是希望由此可以减低年均的这个车辆增长率的1% 其实达到这个预期的目标 目前来说有没有相应的困难呢? 陈先生 另外就是这个电单车的加幅是否有些过大? 我觉得今次政府的加税中 因为都迫到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道路上 大家去争取人和车如何去争取这个道路 其实他用一个经济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只能够解决一部分 现在电单车里面 一般市民里面 特别是基层用的电单车 特别是微棋、中小棋 用电单车是非常多的 送货、甚至去工作 但是现在去到50%来说 首先受到伤害就是基层 但是你说针好头颈头颈 政府是否什么都不做? 不是 我觉得不是单一 用一个经济的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是实际的工作 包括一个城市规划 包括道路里面如何去扩展 是需要多重的手段 例如美议员所说 加车已经很多年前未加车 你说去加车都无可厚非 因为现在养架车来说 除了抄牌、特别负担重之外 其实养架车不是太贵 而且澳门现在的停车场好、道路好 其实我觉得 我最大的意见 市民反映是 对发财车有我又恨 因为发财车里面 亦真的疏离到一些人群 但是在道路上造成的擠塞 在这个里面都是原空 以及在巴士路线里面 希望他们科学去调整 很多市民会说 也就是澳门广场里面 也听到 全媒也知道 他们乘搭巴士里面 要不就不来 要不就四、五架车 以及那个号码 要不就等到整架车 都没有车来 其实市民 为什么要买一架车 政府里面 是否因为你加的税 而他不会买 如果他做生意 中小企必需要一架车 就算你加多少 因为他是生活资源 他没有办法 他要经营 他就要生活 生活他就要工具 所以一定要买 其实我记得 我记得 九龙局里面 来我们团体 去大家讨论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 他说要加税的时候 我们提出 就是说 必须一些旅游车里面 它的免税 以及旅游的免税 必须第一时间 要去取消它 这是我们的条件 因为 我觉得 因为太多了 而且 你首先向市民这边 开刀的时候 市民有意见 而且你为什么 这些几百万的车 虽然他进来 让我见到很多便利 四五百万的 为什么都免税 反而市民 用电单车 或者普通市家车 去营运谋生 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税 我觉得 政府要去关注一下他们 好的 刚才陈先生也说了 发财巴和旅游巴的问题 另外 还有对于突如其来的加车税 也是令买车和换车的市民 也是有点措手不及了 而此次加税的幅度大 也导致了许多人 考虑退订单 那么也有建议 就认为 政府应该设这个过渡期 或者是酌情处理 来保障部分的消费者 不然会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而在立法会上 我们也知道 议员李静怡 也是不建议设这个过渡性条文 对此您是怎么看这个过渡期的 通常在一些加税的政策上 他也不会有什么缓冲过渡 甚至乎我们比起香港已经宽松很多 虽然立法会有紧急程序 但是我们从政府提出这个议案 到立法会开会是几天期间 这段期间大家也会看到 很多车商都说 大家赶尽快买车 加税在职 其实从一个地区加税来说 它本身是一个有一定的作用 亦是有一个公帑收入的保障 所以一般都是说 我立刻决定了这个政策 其实就立刻在那一刻开始 就要折数 即是打后的加税 所有的买卖行为 其实都应该要按新的税制 所以在此 香港反而会有一套 比较完善的立法政策 澳门我觉得将来也值得去检讨 我们怎样做这个加税整个程序 但是今次说没有过度措施 对其他车税都是 立法会通过之后 公布翌日生效 但是很奇怪的 当中置立了一个条款 就是旅游车的取消免税 它有一个15天的过度期 其实这个 为何我们要提出 我反对这个过度期 甚至乎我们要投票反对它 我觉得应该要一事同仁 既然你说加税 大家都应该是这样 其他车或旅游车 我都应该要同样做 而且旅游车的取消税务豁免 这件事真的说了很多年 最近至少好几年的时间 政府成立了一个小组 去做一个检讨 拖了几年的时间 为何连那15天 还要有一个这样的过度期 理论上 你需要买车 要做这件事的 已经买了 我觉得不容易接受政府 还在这里 特别为旅游包开这个 15天的豁免期的空间 陈先生 您认为政府设立过度期 是否合适呢 我认同李静怡议员所说的 其实不律大家是一致的 这个公平性 其实是国家税说了很久 现在15天是不应该存在的 至于文局长有些表态 如果不让他们 或者可能在那个消费者里面 在旅游里面 可能会加价 或者提高了 其实我不认为 因为市场调节里面 其实政府是不需要担心太多 我经常说 政府也不是做生意的人 所以你要做好的政策 做一个法律的公平 维护到立法的精神 香港这一秒说 已经即时生效 亦不会留到有5分钟15天 澳门与别不同 安同梁局长一早已说下 但我觉到影响到税 和管治的权威 其实来说 这是起了一个副作用 不是为一个行业 去开一条这样的线 这是不值得的 我觉得如果要买的 在黄金 这个由05年经济发展起飞 其实你要买的 早已要买完 其实很多东西要饱和 包括现在很多七人车 因为你听说的质量 市面上很多七人车 豪华车都放出来 很多朋友都问我 要不要 可能三折四折可以买到 以前五、六十万 现在二十多万可以买到 其实很多车已经放出来 其实需不需要补贴 因为已经改变了一些 现在的经济模式 已经开始 我们为了未来的准备 其实我还是说回头 其实那十五天 我觉得李靖言说得对 在立法会里面 我是支持他的观点 好的好的 那么另外呢 这个坊间也有声音就质疑 政府加车税 仍维持环保车的税务优惠 那么等同是引导居民 去买这个环保车 无助于控车 希望取消这个环保车税 其实这两者之间 是否有所冲突 另外就是说 对于取消这个环保税的建议 您是赞同的吗?李源 其实在环保车税上 本身它的作用就是 希望大家尽管买车 你都买部比较 对环境的污染 没那么厉害的 即环保标准比较强 问题就是 澳门在今次整个控车的加税政策上 它没有同步去检视 在环保税上的一些 现实的执行 会不会是抵消了这个政策本身的效果 尤其是 澳门我们现在用的环保标准 美气牌方标准 它是比较低的一个标准 就是落后一些的 通常世间很多地方 现在都说入口车辆 我们要求是欧五的排放标准 但问题就是 澳门我们现在还用欧四的标准 于是乎大家很多时候买到的车 都是在澳门定义上的环保车 于是乎又得到税务的减免优惠 所谓今次的加税 一加在环保车上又得到你的减免 抵消了当中政府想说 这个政策的一个效果 本身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是他没有今次同步去检讨 尤其是我觉得 无论从对环境污染的一个保护 没有环境污染 另外一个从税务政策上面 政府都必须在收紧 环保车的一个美气排放上面的一个标准 它应该要收紧 否则我们很多时候进来的车辆 都是用的是一个低标准 我觉得对环境保护没有帮助 好的 那么相关议题我们也是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议员讲坛 欢迎回来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实施声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们继续来探讨 那么其实在之前的立法会上 有议员就担心加车税这一举措 会令墨鱼车的车主不想换车 而墨鱼车以后也会越驱更多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 陈先生另外就是说 您是否赞成刚才说的取消环保车税 我觉得现在往后的墨鱼车一定是越来越多 因为如果像汽车那样 你加到那么多 你真的不是说个银子少 其实可以整得的 他们都尽量去整 第二件事 一是好像李议员所说 大家都是市民 大家都要向经济去考量入面 那我不如放低标准的环保车 既然又有补贴 这边又加 这边又减 我为了谋生没有办法 环保和环保 我都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只要用车来说 其实分别不大 这边有税项的补贴 这边反而抬高了这么多 为了求生 为了谋生 没有办法 但是墨鱼车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在这次的加税里面 我觉得一定会多 因为就算你自己 交通局长都会预计到 里面的墨鱼车会比较多 但是墨鱼车多的时候 你怎样解决 第一 亦都影响到我们城市里面 这个环保的意识 是刚刚有矛盾产生 你买这个环保车 都是想大家住得好些 空气好些 健康好些 但是因为你加税 以后市民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 它必然会多出很多墨鱼车 施长都会说 有墨鱼车 你尽量不要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都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矛盾里面 你先解决了 是怎样去处理那些墨鱼车 好了 你自己本身里面 我觉得公交 首先 你们政府里面的车辆也太多 其实在政府 是不是有些去到处长 都有政府车去坐 我觉得 既然要求市民这么多 市民全部都配合 首先 你自身是否应该先做好自己 政府里面几千两台车 是否应该都要减少 是否每人都要配的 私家车才能工作 那你们是什么贵族 我想知道 市民配合你的政策 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是合理的 没有问题 挨苦挨一会 希望将来城市发展里面 道路多了 大家好了 没有问题 那才重新买一架车 都没有问题 但政府首先要自己 先由自己做起 这是我看法 因为很多市民反映 他们说 聖哥 你看他们 我也不知道 处长都可以有车接送 和处长都可以去 我觉得 咬一个里面 几十个处长 几十个厅 这个政府单一个部门 已经要一百架车 这个道路上 你也是一个分子 为什么你们不自身做起 这个比加税更好 自身做起 我觉得要 好的 另外也是为了环保 还有声音 希望加大引入电动车 其实目前在本奥普吉 这个电动车 是否可行呢 另外就是目前来看 有什么困难 其实我在环保车上 电动车是其中一个方向 当然大家肯定首要 就是从能源上 我是否可以有很多 适合的地点 比我真的 就是电动车 我充电 各样东西的配套 做得好不好 这个我相信 是在使用电动车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措施 就是似乎现在 在这方面的推动 或者一些配置上面 也都未必是有 那么大力做好这个方向 所以在推动上 可能都存在一些困难 好的 那么前些日子 也有不少市民 也是搭配搬车 购置新车 但是有车商就表示 预计新税实施后 将对新车市场有严重的打击 但短期来看 对二手车市场是有利好的消息 陈先生 您是怎么看的呢 另外此次的加车税 会对汽车行业 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影响是很短暂的 我觉得澳门人的适应力都很强 因为这十年里面 其实很多的人 都是从无到有 虽然说现在经济是下滑 但不等于他的身家是蒸发 但问题是你一下子 去加这么多的时候 很多市民都不买 亦都觉得买了不抵 但一段时间消化了之后 重新因为澳门我觉得的前景 我是看好的 很快经济中恢复 几年之后便会恢复 慢慢会有很多人扣子 买回车去代步或者一些奢侈品 买奢侈品的人 不会为了二三十万去启场 亦都不会一百几十万去籌账 只有中小企 在未经济中籌账 如何在营运资金中抽部分 去买这东西 我认为短暂 但对于卖车行业 我是看好 因为澳门的经济 这几年你们想不想到 我的朋友从一无所有 现在过亿身家 是几亿身家 加那些税 他可能买了时的车 可能是二百万 现在加到四百万 那条戏不顺 那段时间 他可能买了六百万 八百万 其实对他这一族来说 影响不大 但政府需要考量的时候 这个政策我是支持的 但问题 也要关注一下 在基层内 特别是电单车 我觉得真的高了一点 所以在这方面 要考量一下 政策是得了退 无论行不行都要试 但我回头说 不要再有 例如理议员所说 他的观点 我认为很正确 不要再开门口15天 搞这些事情 让自己管治的威信 是觉得法律是公平的 我们相信法律 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守 不是说一些人要守 一些人不守 就变成了对法律有质疑 这方面对立法者的原意 和政府执行 我觉得是一个伤害 好的 其实有许多居民 也有旧车 他们也是宁愿转售二手车 去收入几千块 也不会花几百块钱去汤车 所以就导致了 这个旧车的淘汰率非常慢 有声音就建议政府 要淘汰旧车 就应该去免税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李源 我想在澳门 当然 我也见到有些朋友 如果有部车保养得比较好 其实二手车卖出去也会有 问题是现在澳门有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 究竟我保留一部旧车 既不通 又不去卖了 或者我一部 可能真的驾不到的车 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以前 甚至乎在黑沙 大家会说 很难泊车的地方 都是有这些废旧车 就随意泊在那里 一路都不移动 后期中了咪标之后 情况就会有改善 我相信在这里 除了一个 可能在将来一些 微气的排放标准 你收紧了之后 可能一些旧车的淘汰 会加快 即是一些很不环保的旧车 即它的淘汰 会加快 另外一个就是 政府在一些可能 泊车上的地方 真的要注意处理这些 因为我自己发觉 尤其在路肚地区 是很多时候 将这些废旧车 随意泊在街道上 也有时候 甚至佔用了一些 本身居民 可以合法泊车的位置 我觉得这些问题 都是要处理的 陈先生 您对淘汰旧车 应该免税的建议 您是怎么看的 任何的事 都要有个诱因 例如这样说 你要淘汰一辆旧车 政府 也要给它一些好处 让它淘汰 当一个鼓励 现在澳门的廢车 整个北区里面 特别是一个快纸机 一些很多道路里面 麦标 因为这段时间 我都不断给一些信息 警方说 很多车里面 用来做货仓 扔掉那些零件 甚至一些老鼠 很多 我北下都跟他们说了很多 他们也做了很多 其实淘汰的旧车是必然的 但首先要在一个法律里面 我希望在理议里面 都要关注 就是说 现在在麦标里面 他停止 他不拖 他在罚本里面 他上去都是罚一张 如果他不是逐日计 如果在逐日计里面 他不敢 而在法例上 他上去 鎖了 你上去 他就是清理了 开车的 以及罚你这张 他拍一个月 他也是几百元 如果你天天 麦标 他要过千元 所以有些人的卖车 他拍在那裏 他不动 你便便鎖 鎖了他 有人看对 他便可以鎖了 可能四个月后 四个月后 你便罚他罚几百元 你就算租个停车场 也要二三千元 挺好用 法律上 是否应该要跟他们说 因为你的自由 你是剥夺了别人的自由 你明白吗 修法上要配合 修法上要配合 而且我觉得 现在淘梯车里面 他的验车也是比较松 比较松 我看到有些驾车 有些驾车是否应该要提高水平 嗯 好 要达到控车目的 必须多管其下 可能加车税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 只有改善巴士 低市 以及轻轨等公共交通服务工具 才能鼓励居民放弃驾车出行 其实在这个公共交通改善方面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李源 其实现在都挺困局的 一个是公家搞不好 市民就催生了 我一定买一部车 车越多 道路滞塞 公交就更加自然有问题 但我觉得政府从一些细节上 真的可以多做功夫 譬如最近一个很简单的细节 现在的巴士 我们连一个实时驾站系统都没有 其实如果我觉得有了这些措施 对于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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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车的的士服务 你如何规管让它在澳门迎运 这些都是在市民对于公交推出上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但是会比较方便 我觉得在这些措施上政府就要有决心去做 而不是很多时候在公交上 因为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就站在那里以而不决 我觉得这是政府在公交政策上最大的问题 好 其实交通问题是澳门社会面临的一个老难题 希望通过加车税和一些其他的相应措施互相配合 达到控车的目的 缓解澳门的交通问题 今天多谢李议员和陈先生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